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你好 我是依凡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文章叫做 马马私奔后 我和这个老男人的故事 轰动了整条街 如果喜欢 要记得点亮再看哦 下面 我们一起来听 爸妈离婚那年 我八岁 妈妈没要我的抚养权 她跟一个发达的同乡 私奔去了深圳 走的那天 我看到爸爸往她包里塞了一摞钱 妈妈流着眼泪不肯受 我对不起你 更对不起女儿 家里总共就这点积蓄 你们留着吧 我以后会寄钱给欣欣的 她说这话时 已经泣不成声 而爸爸很淡定 放心 我会把欣欣照顾好 钱 你就别寄了 免得在那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就这样 我开始了与爸爸相依为命的日子 爷爷奶奶去世早 他们留给爸爸的唯一财产 就是这套两室一厅的房子 爸爸初中毕业后四处打工养活自己 当过服务员 做过保安 跟妈妈离婚时 她早晨送报纸 白天送快递 每天五脸就起床 那会儿正值暑假 我无处托管 就每天陪她一起出工 坐在她自行车横梁上 我和她一起跑遍城市的大街小巷 跟爸爸在一起 永远都是欢乐的 车上坡时 她会站起来 用力灯 嘴里还喊着耗子 而等到下坡时 她并不通知我 突然加速 从高高的坡顶 稳稳地冲下去 我尖叫着 欢呼着 那样的日子 虽然没有妈妈 但也没有了争吵 挺好 我和爸爸 每天送完报纸后 快递公司还没有开门 于是 爸爸就坐在 门口的台阶上 给我念报纸 我俩最喜欢的是 周六的报纸 有一个版面 是笑话极紧 爸爸一边念 我一边笑 而他自己笑得 不能自意时 就挠我的痒痒 我们边闹边笑 整条街都回荡着 我们妇女俩的笑声 白天 爸爸载着我送快递时 小剑的东西 他就让我送上楼去 我上楼 他在楼下掐表 我小学白米 打破校记录的成绩 就是这么被训练出来的 而他呢 每次从楼道里走出来 手里总会提着 几道垃圾 那是他看到 别人留在门口的垃圾 顺手帮忙带下来的 我问他 爸 这也不是应该干的呀 有这功夫 可以多送一个价 可他说 举手之劳的事嘛 与人方便 才能与己方便 日子久了 附近片区的居民 几乎都认识他 一看到他 就喊大鱼 然后再亲切地喊我 小鱼 大家都知道 我们日子紧张 便时不时 塞给我一些吃的 玩的 可爸爸死活不肯收 他说 随便接受别人的东西 孩子啊 就惯坏了 于是 大家也就不再坚持 只不过 我慢慢发现 每家每户 留给爸爸的垃圾 越来越多 而且还做了分类 纸盒报纸类地 捆在一起 矿泉水瓶 一拉罐踩扁了 放在袋子里 还有很多人 明明需要在单位 寄出的快递 却特意拿回家 让爸爸上门取件 大家在了解了 大鱼的自尊后 用这样的方式 帮助着我们妇女 我上三年级后 爸爸每天给我做早饭 但晚饭 他让我做 刚开始啊 我超级怕溅油 他就用大矿泉水桶 给我自制了一个面罩 从此放心大胆地 让我自由发挥 对于我做的晚饭 随和的他 表现出各种挑剔 咸了淡了 汤多汤少 生了熟了 总能鸡蛋里 挑出骨头来 我不耐烦地说 爸 你去学校打听打听 全校有几个 像我这么会做饭的孩子 结果他说 爸爸没钱 送你上特长班 这就是你的特长啊 师父把你领进门 你自己得伤尽用心 就这样 我被爸爸培养成了一个 厨艺高超的小学生 每天 不管快递送到多晚 爸爸都会在晚上 五点三十分准时回家 跟我一起吃饭 每次一进门 他就往厨房钻 一会儿说米饭真香 一会儿又说 看着豆腐在锅里 洗饱了汤汁 就觉得自己累了一天 立马满血复活了 餐桌上 他会给我讲送快递时 遇到的各种人和事 顺便听听 我在学校都发生了什么 虽然他只是参加了 那么几次家长会 可他记得班上 每个同学的名字 但凡我跟他说过的事情 他过而不忘 一顿饭 不过短短半个小时 我们父女俩边吃边聊 我爸的知理名言是 欣欣 今天有点不开心 做点好吃的 安慰一下自己 欣欣 如果开心了 就做点好吃的 奖励一下自己 一天天长大 慢慢明白 这句话 翻译过来就成了 唯有爱与美食 不可辜负 不管发生天大的事情 吃好喝好睡好 就没有什么 能把你打倒 大概 是我上五年级的时候吧 有一次 爸爸请几个朋友 回家吃饭 让我掌勺 看着我站在小板凳上 给大家炒出了 一桌子的菜 他那几个朋友 羡慕得不得了 你猜 我爸说什么 他说 不管闺女 以后遇到什么困难 只要能好好吃饭 就能挺过去 他还说 每天一回家 看着女儿 把菜都摆好了 就觉得 咱这日子 跟神仙没差多少 原来 爸爸不是逼我 学会做饭 而是在教我 面对人生 那天 迎着那些叔叔 羡慕的眼神 在看爸爸脸上 那骄傲的表情 我的成就感满满 感觉 好像未来人生 没什么难事 能轻易击垮自己 爸爸对我的厨艺 要求很高 可对我的学习呢 却无比宽松 尤其是我偶尔 考得不好时 他就说 不怪你 爸一个初中生 也帮不上你忙 你能及格 就已经是光纵药组了 不知为什么 他越是这样说 反而越让我很想 好好学习 不是为我自己 而是想让爸爸知道 他的基因啊 一点都不差 从小学到高中 我的成绩始终 处在前十名 有人夸我时 我爸就特别谦虚地说 谢谢这一点 随他妈 事实上 自从离婚后 妈妈很少回来看我 当我初二那年暑假 妈妈突然回来找我 并且向爸爸提出 想要回我的抚养权 这些年 他没再生育 他说 如果我跟他去深圳 那他现任丈夫的 未来家业 就都是我的了 妈妈用 为我前途着想的名义 想把我带去深圳 不等爸爸表态 我率先拒绝了 可没想到 爸爸竟然 极力地说服我 让我跟妈妈去深圳 他说 你先去一个月 再做决定 我态度激烈地 表示不想去 但平常对我 言听计从的爸爸 在那一刻表现得 无比强硬 你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这事关乎你的前途命运 没得商量 不管平时 我跟爸爸 多么地嘻嘻哈哈 可在关键时刻 我内心是怕他的 于是我只能收拾行李 心里想的却是 我走了 他晚饭吃什么 我问他 他满不在乎地说 别担心 没有你啊 我还是该吃吃 该喝喝 我们走的那天 爸爸早早出门上班了 飞机腾空而起的 那一刻 我的心 就像被洗劫了一样 空旷而麻木 妈妈在深圳的家很大 装修也很讲究 她和叔叔带我去 高档饭店吃饭 给我买了很多衣服 还带我去参观 他们的工厂 妈妈全程在旁边 说叔叔的好话 使眼色让我道谢 并且无中生有的 向叔叔夸下海口 老师都说了 以欣欣现在的成绩啊 清华北大不好说 复旦难开 那是有把握的 晚上 叔叔出门应酬 妈妈全程给我上课 你现在叫他叔叔 过几天啊 找个机会 改口叫他爸 他没有生育能力 白捡这么一个大闺女 那肯定会感动得要死 他的家也能让你这辈子 不用奋斗都能吃香的 喝辣的 你不是跟你爸感情深吗 那就好好哄着这个后爹 以后啊 家产都是你的 到时候 想怎么孝顺你爸都行 我很庆幸 自己十四岁了 在三观 已经被爸爸塑造成形时 见到了那样的世面 我想 如果当初妈妈一离婚 就带着我生活 那么 我可能也会像他一样 变成一个见风使舵 逢场作戏 贤贫爱富的人吧 我在深圳 只待了不到半个月 隔三差五就给他们做好吃的 每一顿都不重样 他们吃得赞不绝口 妈妈更是觉得 我已经成功地被收服 事实上 我只想证明给他们看 我被爸爸教养得很好 临走前一晚 我在饭桌宣布了 第二天要回家的决定 妈妈和那个叔叔都惊呆了 我说 深圳我来过了 但我更喜欢和爸爸生活在一起 我离不开我爸 一天都不能等了 明天必须回去 听我说完这些 叔叔的脸色很难看 我妈直接气哭了 第二天 妈妈开车送我去机场 骂了我一路 说我有福不会享 说我像我爸一样 这辈子呀 就适合做个穷鬼 他骂我的时候 我还没有还嘴 因为爸爸不止一次跟我说过 他当年十月怀胎 生下我的艰辛 但他说爸爸时 却冒犯了我心中 最想捍卫的那部分 请你不要连累我爸 他是全世界最爷们儿的男人 说这话时 我拳头握得紧紧的 妈妈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 全程再没有说话 在机场 她用无奈又哀怨的眼神看着我 那一刻 我不知道 在他心里 有没有一丝丝后悔 一下飞机 我就迫不及待地打车 往爸爸的公司飞奔 直到他去送快递后 我就到他送件的辖区找他 当他看到我时 一把将我搂在怀里 说 我知道你会回来 但没想到这么快啊 那天晚上 爸爸破天荒 买了几瓶啤酒 要庆祝我的回归 我问他 你就不怕我真的一去不回吗 他红着眼睛说 敢赌才会赢 不让你去见见荣华富贵 万一将来有一天怨我呢 不过呀 我从心里相信 你会回来的 而后 爸爸眼睛更红了 闺女啊 你不在家的日子 他的心哪 比丢了快递还慌 却每天回到家 心里空牢牢的 我帮他把啤酒倒满 说自己一辈子都像你一样 有骨气 我一天天地长大 越来越觉得 爸爸的生命里 仅仅只有我是不够的 有一次我对他说 你不能为了我一直一个人 如果有合适的 也该考虑考虑了 谁知他说 你太不了解你爸了 你是爸爸身边最重要的人 但如果呀 爸爸真遇到喜欢的人 也肯定不会错过的 那些年 别人给他介绍过其他女人 但都没有了下文 大家都觉得爸爸是为了我 而只有我知道 他是真没有遇到 那个合适的 我大三那年 爸爸恋爱了 对方姓刘 是一家私企的会计 李懿 带着一个九岁的女孩 爸爸在新开拓的街道 送快递不久 弄丢了刘阿姨的包裹 在电话里商量赔偿时 刘阿姨拒绝了 他说 就一圈孩子的零食 谁吃都一样 但是多年的爸爸 先是被这份人品折服 接着又被电话里 那温柔的声音击倒 他坚持新买了一箱零食 给刘阿姨送去 并且以后 爸爸每次做了好吃的 都会给他们娘俩送去一份 慢慢的 刘阿姨接受了爸爸的追求 他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 就这样来了 他问我 闺女 你有什么意见 我说 老于 恭喜你啊 我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我大学毕业的那个夏天 爸爸结婚了 他和刘阿姨很合拍 很幸福 而阿姨家的小妹妹 也非常喜欢这位后爸 如今 47岁的爸爸 依然在送快递 几乎成了这个行业里的元老 我的单位就在他所辖的片区 谈到我们单位送件时 总是顺路给我带点 刘阿姨包的饺子 一袋水果或者一杯咖啡 并且每次都特别搞笑地喊 于欣欣 有你快递 麻烦签收一下 每一次呢 我都非常配合地接过东西 在他手上签下我的名字 再画一个笑脸 我们这对妇女 常常逗得同事们开怀大笑 父亲节 我想给爸爸送份礼物 他不抽烟 不喝酒 天天穿工作服 我一时不知如何下手 想来想去 特别俗气地去做了一面锦旗 上面写着 你是整个江汉路最亮的仔 那些天 只要有时间 我就会像当年陪爸爸送快递那样 寻找这条街上的老熟人 让他们在锦旗上签名 我收获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你爸是个难得的好人 是啊 他也是这世界上难得的好爸爸 虽然我们家条件不好 但他却用自己的方式 教会我独立 给了我最特别的富洋 我爱他 愿上苍保佑我的爸爸 让他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看我出嫁 等我生娃 给我更多时光 好好孝敬他 好了 这就是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文章 喜欢的话 要记得点亮右下角的再看标志哦 我是伊凡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的 同 언니 我有一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